你也愛用痘痘貼嗎?我自己是很愛啦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留痘疤的話 那方法真的要用對 現在市面上的痘痘貼真的非常非常多種 有不含藥的也有含藥的 然後從0.5mm的一直薄到0.1mm的都有 那麼究竟這些各式各樣的痘痘貼 它們之間到底差在哪裡? 這一集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並且討論一下 我自己用痘痘貼大概也差不多20年左右的經驗了 那這20年之間呢 其實有蠻多極具代表性的痘痘貼出來 所以今天呢我就要來跟大家介紹幾款有代表性的痘痘貼 首先呢就是最原始的人工提拉 它是所有痘痘貼的始祖 那它的成分原料非常的簡單 就只有清水性的敷料而已 所以它也沒有什麼太多的功能 就只有隔絕外界的髒污 以及吸附一些分泌物 但是因為你要貼痘痘的的話 你還要自己剪裁 對於懶人來說可能會生七七 於是呢廠商呢就很貼心的為大家出了 剪好的 圓形的 剪成的 痘痘貼 那因為古早的痘痘貼其實都非常的厚 跟人工皮一樣厚 所以貼在臉上其實還蠻明顯的 有時候你的痘痘本來是沒有那麼明顯 結果你貼了之後變得超明顯 於是痘痘貼也越做越薄 從0.3mm到0.2mm 現在甚至有了0.1mm的痘痘貼 其中最薄最薄的就是這一款 優弱美的痘痘貼 它才0.1mm 它貼在我的皮膚上面 基本上是隱形的 再加上它因為它的表面 不是一個光滑面 是粗糙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蓋一層粉底上去的話 它可以很輕易的 穩穩的貼在這一個 痘痘貼的表面 同時間它也隔絕了粉底跟遮瑕 去接觸我們痘痘的機會 以免造成二次的傷害 但是它也不是沒有缺點的 因為它在我現在持續有使用的痘痘貼裡面 它是唯一一款未滅菌的 所以每次貼的時候 我其實都有點擔心我的痘痘會不會惡化 尤其是如果是開放性的傷口的話 我現在幾乎是不太可能會去使用它的 因為有點危險 為什麼我會說現在呢 原因是因為以前有一次 我把痘痘擠破 然後我就貼了它 那一次就讓我化膿了 再來就是它的成分 並沒有完整的標示 它之前它的主要成分 就是清水性的塗料 所以它的安全性我無法評估 老實說每一次使用它的時候 就是有一點帶著宗教性在用 就是一邊貼然後一邊祈禱 就是拜託不要衝抗我 另外兩款代表性的呢 則是沒有優弱沒來的薄 但是它們都是屬於 含有添加物或者是含藥的痘痘貼 其中一款呢 是含有抗菌劑Clohexidin的 另外一款則是含有茶樹精油的 首先呢 現在講這一款 麥秀雷敦的好了 它裡面就是含有 我剛剛說的抗菌劑 六次甲基雙醋酸綠錠 就是Clohexidin 因此呢 理論上 它是貼在痘痘上 是可以減緩我們痘痘問題的痘痘貼 我自己實際的使用下來 的確有幾次它貼在我痘痘上面 它就平了 然後就沒有再繼續發言 不過 雖然它只比優弱美厚了0.1mm 它是0.2mm的 可是啊 失之毫離 差之千里 它貼在臉上 明顯度就是 掙扎了不少 再加上它的表面 其實 雖然 不算是光滑 但是也比優弱美 來的不那麼粗糙 所以粉底跟遮瑕膏 沒有辦法很好的停留在它的表面 因此它的隱形度 說老實話 其實並不算高 不過呢 我自己會持續的使用 這款痘痘貼的原因是因為 它添加的這個抗菌劑 是可以使用在開放性的傷口上面的 這一點其實在於 大部分 有添加物的痘痘貼裡面來講 算是蠻特別的 因為大部分的 有添加物的痘痘貼 我都不建議使用在開放性的傷口 那麼 我說了其他的添加物的痘痘貼 就是這一款了 這一款裡面 它加了茶樹精油跟 薰衣草精油在裡面 說真的啦 把精油添加在痘痘貼裡面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 很不明智的抉擇 一來啊 精油這種東西 其實它的活性是蠻高的 它放在這種開放性的包裝裡面 其實說真的 你覺得有效性能夠撐多久 還不如直接使用精油在臉上 二來呢 則是因為精油的成分組成 其實是蠻複雜的 它的風險性並不低 所以它如果用在開放性的傷口上面 其實蠻容易造成一些刺激問題的 因此啊 我並不推薦 所以這款我用到一半之後 就一直放著 放到現在 變得有點黏黏的了 不過說到刺激性 精油還不是最高的 我曾經用過一款痘痘貼裡面 添加了所謂的水洋酸 那水洋酸這個東西呢 雖然它對痘痘來講 確實有一些抑菌跟消炎的作用 但是由於水洋酸 實在是不適合碰到開放性的傷口 那有一次呢 我就是擠破了痘痘 結果不小心拿到了 含有水洋酸的那個痘痘貼 貼在痘痘上面 結果隔天 整個色素沉澱 變成一個紅豆瓣 超煩 所以雖然水洋酸的痘痘貼 是有效的 但是因為不能夠無腦的使用 不夠安全的狀況之下 我後來用完就再也沒有買了 所以現在手上也沒有它的樣品 最後呢 再回頭分享一下人工皮 就是什麼都沒有添加的痘痘貼啊 那它最大的好處呢 就是它便宜 而且超厚 一樣的價格之下 一片人工皮 可以大概做四到五盒 這樣子的痘痘貼 而且因為它什麼都沒有添加 所以連開放性的傷口 都可以使用沒有問題 再加上因為它最厚 大概都有個0.5mm到0.6mm左右 所以它可以吸附的分泌物的量也最多 那因為我們知道 當這種痘痘貼或者人工皮 它一旦吸滿了 變成白白的時候 就要換掉 所以像是睡覺這種長時間 沒辦法更換的狀況之下 人工皮就顯得特別的好用 不管再大的量 都裝得下 最後呢 來跟大家解說一個 痘痘貼的都市傳說 為什麼有些人說 它在痘痘上面貼的痘痘貼會變好 可是有些醫生卻說在痘痘上面貼痘痘貼 小心臉爛掉 原因啊 是因為造成痘痘的細菌是一種燕氧菌 所以當你把人工皮貼在痘痘上面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創造了一個沒有氧氣的環境給這個區域 那細菌當然就是happy到不行啊 但偏偏為什麼有些人的經驗是貼了痘痘貼在痘痘上面 痘痘反而是好了 當然除了一些痘痘貼會添加一些所謂細菌不愛的抗菌劑 或者是其他成分等等的原因之外 還因為痘痘貼本身會吸附我們分泌出來的油脂跟分泌物 而這一些油脂跟分泌物 其實當它們過量分泌的時候 是會造成我們皮膚發炎的 因此啊 當痘痘貼把我們臉上的油脂以及分泌物都吸走了之後 就好像細菌沒有了食物一般 就跟你要進去一個包廂準備要開趴了 結果一進去之後 沒有吃的也沒有喝的 那都解嗨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痘痘貼有時候貼在痘痘上 反而會好的一個原因 你的經驗沒有錯 醫師的理論也沒有錯 那麼分享完之後 未來你還要不要選擇把痘痘上面貼痘痘貼 這個風險我們未來再談 好 以上的資訊想要分享到你們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不會花上你們太多的時間 但是就能夠幫助這個頻道繼續下去 我是Ivan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所以啊 我自己最喜歡的三個痘痘貼就是 最便宜的人工皮 也是最廣用的 但也是最稠的 還有就是有抗菌劑的痘痘貼 以及超級薄 對於上妝來講超完美的優落美 你們還有其他痘痘貼要推薦我嗎 如果有的話都歡迎留言在下面讓我知道 我真的很希望能夠找到一款痘痘貼 是可以又隱形又安全 而且又抗菌的 至於是我的痘痘貼 如果大家可以告訴我 我一定會找到痘痘貼 那一條痘貼